莫拉克台风清洗台湾 空前的雨量 以及川崎的土石流 在台湾中部、南部、东南部 造成50年来台湾最惨重的灾害 在洛杉矶的台桥门 听到这个消息以后 末步心急如焚 圣东同乡会会长沈佩志先生 因缘际会在台湾目睹了 整个事件的发生 在8月8号随即打电话回洛杉矶 要求圣东同乡会的李氏正希坤先生 在礼拜一召开记者招待会 经过折冲后 决定由礼拜二由台湾会馆 来召开记者招待会 并联合在洛杉矶的台湾社团 成立募债的活动 大洛杉矶会馆成立以来 每当重大灾难发生 一直秉持间接旅籍的最高机动性 发起正在活动 譬如1999年台湾的921大地震 2000年的SARS 2001年的美国911恐怖攻击 2001年台湾淘滋台风 2004年的南海海啸 2005年美国Katrina风灾 台湾会馆及时提供管道 让大众能以最迅速最直接的方式 将善款送达所需要帮忙的人手上 台湾会馆基金会董事长赖英会表示 在故乡有难时海外台湾的心凝聚在一起 即使对自己的家乡伸出援手 会馆的团体会员一向秉持的 不仅在金钱上慷慨警囊 必要时将以实际的行动 组团前往灾气救援 直到记者结稿时 所得募款总共有41,100元 捐款的善心人士有 北美洲彰化同乡会会长杨信 美金1万元 宁不通先生5000元 不具名的善心同乡5000元 小雅屋2000元 北美洲台湾人医师协会 南家分会2000元 九里利1500元 客家生活座谈会1400元 陈武士先生1000元 徐清红先生1000元 蓝依慧小姐1000元 林国燕先生1000元 蓝医师1000元 家中下午会1000元 李登辉下午会1000元 王梅峰小姐1000元 蔡米瓦先生1000元 徐清新先生1000元 林荣松先生1000元 吴大金先生1000元 故乡旅游500块 陈丽华小姐500块 张瑞吉小姐500块 张静作先生500块 陈小颖小姐200块 以上所得善款总共41,100元 陆陆续续将有许多善款会继续的进来 LTW TV Samuel Lee在洛杉矶 罗斯米市的报道 张瑞宇总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